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我梁浩元 星期六帶大家看完《遺省打比》 戰狀如何?刺激嗎? 看著惡禮華怎樣將五星半發揮到臨力進之 是否很想心悅復呢? 《遺省打比》就看完了 接下來星期二又再有大賽上演 就是2012年到的麥爾本輝 今集的賽事內容卻已經圍繞著 麥爾本輝究竟今天其實是怎樣? 我梁浩元現時就身在麥爾本 當然會跟大家分析 要交給我廠的手續 這時候交給他們 麻煩浩然在那邊拍些最新的片段給我們看 接下來星期二就會是 152屆的麥爾本輝舉行的大日子 當然我們會預約直播這場賽事過來 而今天這個放眼馬世界的論戰系列 亦會圍繞著這場重心的賽事 和大家做一些分析 在講碼之前 我們先介紹兩位的拍檔 包括諾永豪、阿豪和蔡進階阿佳 大家好 今天大家都知道麥爾本輝一定是 3200米,是兩里的賽事 其實這個輝明頓馬場 我們剛才幾天才見完 但沒有看過這兩里 是否難搞 其實我們幾天之前看過圍省打比 是 2500米已經這麼難搞 你更加不要說 再跑長一點 3200米,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澳洲 其實我們… 我們看看這個跑道圖 看看如何跑 好了,3200米的麥爾本輝 其實都… 挺簡單的 為何這麼簡單 我記得以前我們看過 2500米在哪裏起步 現在跑多700米 沒錯,加多700米 是向然後的 就是1200米到終點的直路 大概是900至1000米那裏起步 跑到直路後 就一個圈才回來 3200米就講求這個是氣量 看看到底是歐洲馬號 還是本地馬號 也不用問了 也九成九 好了,也都是… 24隻馬號 24隻馬號 大陣容 在這個時候也要找浩然出來 就談一談 到底那邊最新的天氣情況是怎樣 好像跟前幾天的衛生打比 有些不同 沒錯,浩然 浩然 浩然 你好 好像不太天氣 你現在在那邊 是呀 今天來到星期一 就開始下雨 但今天就沒有下過大雨 還沒下過大雨 還沒下過 幾層幾層地下 這些雨 如果持續下去 對場地就未必同樣 但是看天氣報告 就說明天就不止 可能再會下大些 嘩,這麼重要 那假如大雨的話 場地可能會有些變化 如果場地變化的話 一看下來 是否真的歐洲馬匯情 先看 看便是 因為我們在之前的維大大比賽 都看到 澳洲馬 始終是天氣跑速度 不正常擺在前線走 但是在星期六的賽事 我們都看到擺在前線走的馬 很多都賣不到尾 如果再下雨的話 廢明盾的賽道 大家知道 直到有場 除非是落著大雨跑 有些傾盾很厲害 令那些馬追不到 但是如果是落下停下 落下停下 或者落過一陣之後 不落的話 後邊追上來的馬 多數都得走 尤其是歐洲馬 他們跑電法 比較好 其實在剛剛對上的幾天 豪然也走訪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沒有去探過或者見過 一些民意本輩的參戰馬 有 我去過莫德馬房 因為當地現在的氣氛很繁忙 我進入馬房其實挺暖 我沒有辦法成功做莫德 做多一個採訪 因為他都很忙 但我看過天情之光 我進去的時候 其實這次的旅程 不單止說直播節目 很簡單 有其他就不見過 原本想拍莫爾本輩的參戰馬 和豬指精華 但豬指精華 就不在馬房裏面 反而千情之光 還沒進到門口 他的馬房手術說 你拍這隻吧 這隻馬我們去今屆 在莫爾本輩的寄望很大 我們認為是三甲的民主 我看到他們倉裡面的手術 很緊張 這隻馬的寄望真的很好 而這隻馬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沒有辦法用盡 因為有健康的問題 但考飛得杯 他跑得這麼好 現在我們進去馬房 這隻馬很整 狀態可以維持得到 可能比他們想像 考飛得杯更好 所以這隻馬 我認為這隻馬 真的不容不止 好了 這隻貼亭之光 這次也是很輕綁上陣 希望可以幫澳洲主隊揚威 好了麻煩你 浩然 麻煩你明天的時候 真的要帶更多的資料給我們 好的 好…米橋師仔 好,謝謝浩然 謝謝浩然 送走了浩然 本地原來是天庭之光 他們這麼想觸目 但是其實 剛剛提及到 下雨的話 可能真的對歐洲馬有一點好處 其實我覺得 就算不下雨 歐洲馬跑 這個墨爾本輩 其實已經不是 今時今日的事 因為十幾年前已經攻陷了 墨爾本輩 即是說 你沒有辦法 因為澳洲 一南半球 你跑這類屠程的賽事 根本就不是主導 你和歐洲 甚至乎 甚至乎 三地 四班 都經常跑到2,600 2,800 3,200 這樣的賽事 人家真的習慣得多 是的 你看到多利得 去年贏 都是正常場地 前年美利堅也是臨地 其實什麼地 對歐洲馬來說 都不會影響正如歐華齋 歐洲馬長途級數 已經比你高 少許長地影響 其實不太大 只是阻力 其實我們看到 多利得、美利堅 近兩屆的民主都會在 這次來說 這艘美利堅 本來是我們很熟悉的 毛絲而跑開的 但好像逆了一歲 找了岳禮華 對,因為上次跑過 咖啡一杯 毛絲是親自內跑的 是的 結果跑去四 有少許輕描淡寫 賽後馬亞主席就覺得 今時今日要對著這段 強手 是否需要一個 全程走外地的騎士 那岳禮華 省省省就是高手 那既然多利得 用得偉紀力 我一定會用回 岳禮華 就是按上一級數的 才可以抗衡 因為現在都要揹著重磅 是的 其實他是 李有張良計 我的國長 總之一人用一招